这世界上根本没有正确的选择,我们只不过要努力奋斗,使当初的选择变得正确。 小伙子这两天依旧是在找他的妻子和孩子,为了不耽误时间,他都是睡在大山里的。 虽然这两天的天气比较炎热,可是找人的事情迫在眉睫,他真的不敢有任何的耽误,现在小伙子真的是很担心他们浓郁。 小伙子前段时间在找阿祖法的时候,在大山里遇到歹徒就好几次,这里经常会有蒙面小偷出现。 所以他也是很担心他们安全的。 小伙子前两天都在村庄里找了好几遍,他最开始就以为,他们会在村庄里租个房子,哪知道他的妻子并没有这样做。 小伙子知道这也是有原因的,第一可能是手头上没有那么多钱,还有他们有几个孩子要养,他的妻子一向过得比较节约,他觉得花这个钱没有必要。 小伙子在附近的好几个村庄都问过了,确实没有打听到任何的线索,所以他今天只能在大山里找找。 除了住在大山里,他觉得他们不可能去其他地方了,为什么小伙子妻子带着三个孩子,也不那么容易找到,还是跟当地的政府有关。 现在对于不合规的临时搭建,或者是住在没有买下地坯的地方,都是要被赶走的,所以小伙子妻子没有办法,只能走得远一些,这样拆迁队的人才不会找到他们。 小伙子的妻子这样做,他们暂时不用被人赶了,可是他的丈夫找起来却有难度了。 小伙子这两天一心寻找自己的亲人,也没有再顺路打探阿祖法的消息,现在当务之急是把他的妻子孩子找到,他们在一个未知的地方让他心里忐忑。 而小伙子通过工人师傅和牧羊女的了解,阿祖法应该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,所以他现在暂时不找过去,也没有什么影响。 他昨天也和奶奶打电话了,只是和他汇报了这两天的情况,说还没有找到阿祖法,可是他一个字都没有提, 他妻子找不到的这件事情,小伙子这样做,他是怕奶奶知道这件事情后会内疚,因为是帮他找人,才造成现在这样的事情,所以他每次都是报喜不报忧。 其实大家放心,康特和奶奶都不是小气的人,就是小伙子现在说他不寻找阿祖法了,奶奶肯定不会责怪他, 因为这件事情他也说了好几回了,他想要让他们夫妻回归正常的生活。 奶奶上次都和康特说了,不管小伙子有没有完成任务找到人,肯定要会好好地感谢他。 当然这个感谢并不是口头说一下,必须要落实到实处。 所以奶奶的地皮他都已经准备好了,就等着小伙子回去的时候赠送给他。 奶奶真的是一个很睿智豁达的老人家,他这样做就是给小伙子撑长面,也让他在自己的妻子面前脸上有光。 小伙子今天一个人在大山里找了好久,他是一个做事情认真的人,每次找人的时候都会仔仔细细地搜寻。 小伙子忽然听到了前面有声声音,好像是孩子的哭声,有没有可能是他的小儿子在哭,他快速地往前跑去,发现真的有一个小男孩在这里,他赶紧把他抱了起来。 很显然这个男孩并不是他的儿子,他应该比他的小儿子稍微大一点。 小伙子抱着男孩子疑惑极了,这个孩子是谁家的呢?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? 他开始抱着孩子左顾右盼地寻找他的家人,然后大声地喊了起来,这里有人吗? 小伙子知道,小男孩不会无缘无故地出现在这里,现在就不知道谁带他来的。 他抱着孩子在这里仔细地找过了,确实没有他的家人在这里。 他看着这个孩子觉得长得很可爱,那为什么会被放在那里呢? 小伙子心里想着,难道这个孩子是一个弃鹰,是不是身体不健康被遗弃了? 还是哪个偷孩子的贼,从他的父母那里偷走了孩子,然后想把他转移带走的,或许一些突如其来的事情离开了。 小伙子真的是什么情况都想到了,可是他还不确定,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小孩子在这里,好在他在这里来找孩子,要是被野兽发现了那该怎么办? 想想这都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,小伙子抱着孩子一直在找他的家人,可是这里连个人影子都没有看到,他知道一个孩子对于一个家庭的重要性,要是这个孩子真的是被小偷偷出来的话,肯定也不会是在附近,小偷肯定要把他转移到很远的地方。 好在这个孩子非常的乖巧,现在小伙子抱着他也不哭不闹,他坐了下来,把水壶拿了出来,这个小男孩被放在那里也不知道多久了,他肯定是非常口渴了,小伙子倒了一些水为他喝,他真的是很渴了都喝了。 小伙子觉得不能在这里停留了,孩子肯定是很饿了,必须要找一个地方喂点东西给他吃,还有他的父母肯定在着急地找他,他要带着孩子去找他的家人。 可是小伙子觉得现在天色已经晚了,要去一个村庄,必须要走好长时间,今天带着孩子,暂时就在这个临时庇护所里住一晚上。 小伙子因为自己也有三个孩子,所以照顾孩子还是得心应手的,他怕孩子哭闹,还一直在逗他开心,可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,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喂给他吃,也不知道在这里挨饿一个晚上他会不会哭。 小伙子本来一门心子去找妻子孩子的,可是他真的没有想到会找到一个小男孩,他肯定不会把他放在那里不管不问,必须要好好地照顾他,再找到他的父母。 你们觉得这个孩子是被人偷出来的吗?